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楼事务所 我是Casa帕文卫生 今天是7月2日 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 今早来说虽然指数轻轻低了 不过很快又跌转升 而且升幅度达到100点的水平 整体上今天的整体焦点我相信都是看一些中特概念股 因为这些中特股的概念股应该会继续成为资金追捧的对象 因为现在来说整个市场都似乎没有什么方向 一 等待美国那方面真正去减息 第二 大家都看三宗全会有什么 真正正的落实改革那方面是可以带出来的 所以中特股的概念股是成为市场的主要焦点的 看回来说上个星期其实没有太大的表现 港股都是去到18000这位失手 落到17800以下的水平收市 不过就是随着内地那方面出的经济数据 又好一点 再加上美国昨晚出的经济数据 就是在反映着整体的通胀额 可能都会有机会是漸漸地下来 因为昨天来说出的几个PMI数字 包括ISM的制造业PMI 服务业PMI和整体的美国制造业PMI 都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显示着现在的整体经济 在一个叫做向好的势头里面 但是又没有出现过热的状况 都有助在未来来说整体的通胀 是下来的一个主要因素 加上内地那边来说刚刚出的制造业PMI 虽然你说是去到49.5 就是低于50这些水位 但是如果你看看它又不是说真的很差 因为大家都预计了走势49.5的水平 跟市场预期是差不多的 只是非制造业PMI来说 是低于预期的50.5 反而来说就是汇丰的制造业PMI 是好过预期51.8 都是反映着现在来说内地的整体经济状况 都还是在增长区域里面 不过那个动力来说 是未有进一步加大的 看回昨晚美股来说 有得升 早段时间大家都是观望着 一些经济数据 继续在等着这个星期五出的就业数据 所以早段时间市场都是反复的 但是最后来说 是一众的科技类股份是反弹上来的 无论是说譬如Tesla 或者是苹果那样都升回来 这就成为支撑着美股的主要因素 虽然晶片类股份是继续跌的 但是在板块轮动底下 令到美股都仍然有得升 三个主要的指数来说都是有得升 纳指是升得最多 这样升了0.81%的 至于在整个美股来说 升跌股份的比率就去回 跌的股份是比较多 达到6,959只 升的股份是4,780只 升跌比率来说是1比1.45 虽然就不是太好 但是起码看到三个主要指数都能有得升 那都是帮到市况是有个回稳的迹象的 而港股在叫做最后的交易日 整体的走势都不是太好 尤其是科技类股份来说 就跌得比较紧要 整个的叫做科指 在上个星期五跌了是0.96% 至于恒指方面和国指都是微升 唯一一样东西不是太好的 就是指数仍然在万八以下 看回星期五那天来说 其实如果在升跌股份的比率来说 有轻轻改善的 因为升的股份达到1,059只 跌的股份来说就是857只 令到升跌的比率是1.23比1 轻轻改善了 而且也看到像银行类股份 一些社会类别的股份 电信的类别股份 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空间 尤其是石油和电信类股份 升的幅度是超过2% 都抵消了部分 比如互联网相关的股份 平台股和北京这个保险类股份 都带动整体市况是向好的 如果看回市场上 利用一些牛股性做一个策略的投资者来说 在上个星期五 其实看到比较多的投资者是看好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 未平仓的牛股性来说 整体上牛股性的主要集中的位置 都有2,000多张在这里 至于红股性那边来说 只有1,000多张 而牛股两边的主要的重货区 牛股性就在17,400到17,600 而红股性来说 就在18,000到18,200 都看到在近期跌到这些水位 他们没有再一些新的动作 都是显示到现在的市况 开始在练水平做一个整股 还有大家是继续观望为主的 如果以星期五收市来看 那恒指就有2点的升幅 成交988亿 仍然都是低过1,000亿的 以个整体流入的情况 恒指有18.7亿的 国资有23亿 科资有15亿 显示着市场仍然是继续 叫做跌下来的时候肯买货的 一众的工商类股份的股份 资金进来是比较明健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始终在坐货率来说 还没有达到五成流上 所以都看到虽然有钱进来 但是就不足以令到市场 是很强劲地上升 所以在这个走势上上个星期 只可以这样去看就是说 在半年结 大家来说都仍然没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吹升的状况 大家都还是比较偏向一个观望态度 是比较浓厚的 但是随着整个市况 开始看到那些投资者是关注 比如三中全会 又或者是继续看整体通胀的水平 没有上一步的压力 似乎都会成为资金 是再追回一些中特股的概念股 比如好像看回今天来说 就是一种那些金融类股份 又再成为资金追捧的对象 而且也都看到 比如好像地产类股份来说 都有个相对不错的资金入理 不过而今早去看回 整体的指数跌了49点 成交额是早段的时间有47亿 算不算多呢 都算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成交额 而且也都看到 就是说好像今早就是恒指 有10亿的资金走了 国子有8亿 另外波子也都有14亿 但是他们的抛货率都不算高 唯一就是波子的抛货率达到74% 似乎显示到 从投资者来说 对于科技类股份 短期的走势都不是太过看好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来看回 市场就升了差不多200点了 也都看到整个部署来说 波子那类的股份 未必在短期里面可以做好的 所以整个市场升上来 大家都看回波子相关的股份 可能都需要考虑高位的时候去减磅的 反而是说中特概念股 短期的状况仍然是相对比较好 国企相关的股份 甚至是金融类股份 可能会成为市场 继续追捧的对象 以今早早的恒指的成份股 那个动能去看回 资金动能看到就是说 今早早有40只股份在恒指里面 是录得资金流入的 平均每只3600万 至于有42只股份来说 是6多个资金流出 资金每只流出大概是5800万 比率来说就不是太好 就是低过1的那个比率 整体上那个走势上不算太过美 至于国企来说 25只资金流入 每只4500万 算回流出的有25只 每只平均是7900万 那个比率来说也是低过1 所以也看回 譬如好像是腾讯 阿里 网易 百度 全部都是科技类股份 流走的金牙全部是超过1亿的 所以都要小心 这类型的科技类股份在短期里面 可能会成为拖着市场的一类股份 事与科技指数来说 更加明显看到 几只大的平台类股份来说 那个走势是更加弱的 唯有美团来说是好一些 如果以科技来说 就是流入的股份有10只 平均每只2500万 流出有19只 平均每只9000万 更加显示着 波子的相关股份 在短期里面 继续成为拖着市场的一类股份 唯一一件事就是 市场资金转回来看 中特股的概念股 令市场资金转回来看好一些这类股份 所以大家来说 焦点应该放在那类股份上 以现在去看恒志 看到日线图上 出了一支大的阳烛 今天来说算不错 因为如果你看到今天来说 港股在第一个交易日 我相信都会有比较多的投资者 在开市的时候 会进一步 增加一些中特股的股份 令整体走势向好 这一刻反弹 以保里加通道中族 或者20天线 大概18,122点的水位 是作为一个短期目标 如果是能够向上升破这个水平的话 有望股价在进一步推升上回来 看着保里加通道顶 是作为一个目标位 如果以小时图去看回来 更加看到在低开之后高走 也成功升上去 小时图的保里加通道中族流上 可以进一步看好 短期港股行指那方面的 就是走势 虽然也是那句 整体那个科技类股份的走势 是会成为拖着市的一个 就是后腿的股份 那我们如果看那个行指来说 要向上走 最多暂时都是看着大概说 18,200这些位 那如果指数在现在这些水平 升得比较多 譬如好像今天那样一下子 譬如升了200点 那投资者可能部署上都需要 在这个简算股份里面 都将一些科技类股份 是减减榜的 始终来说 现在那个市场都看回一些 所谓的中特股 那变上大家来说 在部署应该都是跟回大市 去进行一个短期的执位 那至于呢 看回呢 其实呢 继续呢 有比较多的数据 当中包括呢 就会星期三 采新那个的服务业PMI 那也都呢 是会公布回 美国那边来说 就是说 这些企业裁员数据 那另外呢 也都看回 今个星期五最重要 都会看回 就是说 美国各方面的飞龙新增职位 那还有呢 就是说五月份的 整体的工厂订单 还有呢 最重要 我们看回呢 在上个月 美国联储局 六二式会议的会议纪录 也都会公布的 那好了 那今天分享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那未subscribe的投资者 或者各个的观众呢 记得呢 是subscribe 那还有呢 就是给个like我们 那也都呢 欢迎大家来说 share一条片给你的朋友 那令到更加多人呢 可以利用回 资金流的数据 作为一个分析 那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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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